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 今天为您回顾上里边主要的国际新闻 那么上里边的新闻是以美国为中心 然后辐射出去 环环相扣从美国国内到美国的外交 都是彼此相关的 那么我们主要是从美国国会里面的预算谈判来谈起 我们想得在更早的时候 在5月28号的时候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提出了6兆美元的预算 那这个雄心万丈的预算 比疫情之前上升了35% 里面包括了税收 医疗卫生 军事 基础建设 教育 等等 可是问题是这么大的预算 你要能够落实 你必须在国会里面通过 所以在国会里面 你也必须跟共和党议员去谈判 那共和党 我们晓得共和党基本上他主张小政府 不希望政府介入那么多 那么他也反对征税 那你现在有这么大的预算 而且很多基础建设 共和党说很多基础建设 你挂的名字 其实他远超过基础建设的定义 那么很多是等于你绑装养的 民主党的绑装 所以共和党也不高兴 也不同意 而且你征税那么多 所以拜登呢 做了一些让步 这上个礼拜的时候呢 白宫证实啊 那么他的基础建设的预算 已经从2.3兆降到1兆 降到1兆 也就是说降了 降超过 降减少了超过1兆的这个 这个价钱 那么只要他 只要共和党能够通过1兆就可以了 那么为了让共和党通过呢 那白宫也同意说 他这个企业税啊 那么就是一路降 降到他们 现在最低的目标就是15%啊 那么希望用这个 能够换取共和党方面的支持 共和党呢 在谈判过程里面呢 那他也加了一点的预算 但是问题是 加了不到100个billion 1000亿不到 那么民主党里面让的是一兆 那你现在加了1000亿不到 那太少了 那共和党主要不满意的就是 我们刚刚讲过增加企业税了 富人税了等等 可是呢 当然谈判还在进行啊 这预算谈判还要进行 所以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 6月4号的时候呢 共和党提出 那么基础建设的预算呢 他愿意增加50个billion 500亿 500亿呢 就是总共是到928个billion 但是他增加了一点 拜登说不够啊 我至少要一兆啊 那你才9280亿 这是不够的 所以拜登拒绝 拒绝 所以在参议院里面呢 现在这方面当然还是在分裂 分裂的谈判还在进行啊 但大家都总是希望能够在彼此妥协之后呢 能够推出来一个两党一致的一个预算 民主党当然觉得如果强推也许也还有机会有过 但总希望这是两党一致的 而美国国会里面呢 关于这个税啊 这个美国预算多少了 这个企业税多少了 其实各国也都在看 尤其欧洲国家在看 美国国内什么时候能够把最低的这企业税啊 什么能够挣得变成法律 他们才好执行上个周末 七大工业国达成的一些协议 上个周末七大工业国财长会议也达成一个协议呢 就是全球最低的企业税就是15% 这是共识 共识呢 那么过去呢 G7国家对于这个很多大的企业 它这个税收问题一直都在辩论啊 那么到底要怎么征收 在哪里征收 因为这些企业 它的这个事业呢 遍布全球各国 常常在各地赚钱 但没有在当地叫很多税啊 现在美国也让出一些权力 让这些这些其他的国家 你们也可以在当地征税 但是你得统一15%的一个税率啊 因为如果全球能够统一税率的话呢 其实对整个企业的经营也比较安定 因为大家企业就不必去跑啊 哪边税比较低往哪边跑 那美国是希望能够征到税 能够做基础建设 所以最好大家都有统一的税率啊 但现在七大工业国的财长会议 能够能够这个达成共识 这只是第一关啊 第二关呢 大家要看看其他的国家能不能接受啊 其他国家呢 马上七月份的时候呢 二十国集团的财长会议 在威尼斯要开 那他们也要能不能接受 这个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呢 然后呢 联合国下面还有一个框架 这叫包容性框架 里面呢 有135个国家 那如果都能够这样接受的话 那才能真正变成漂亮的一个协议嘛 可是协议要变成法律 还需要时间呢 那么很多专家指出来说 就算这个七大工业国 他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但是呢 要拿到纳入法律呢 起码要18个月 那中间还有一些时间差呀 而且各国纳入法律之后 谁先执行 那也在看美国有没有办法 先把纳入法律呢 所以我们刚才就说 美国国内关于税制 关于预算的这个辩论 当然影响到整个美国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这个走向 其实也是各国所观望的一个重点 可是美国这边呢 那上个里边我们虽然看到 他在拜登的预算呢 或者征税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 可是另一方面 在面对中国威胁的时候呢 哎 民主共和两党的态度却是一致的啊 就是一致 现在参院里面正在酝酿的 要通过一个 那么金额最大的工业政策法 公业政策法呢 那如果工业政策法 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呢 最快其实在美国时间 6月8号礼拜二的时候呢 就会通过 通过那这个工业政策法呢 那么政府将大距介入半导体 AI机器人量子 以及其他科技 美国政府将投资52个billion 520亿补助半导体 1950亿美元补助各种科技啊 各种这种研发 那么很多分析家指出 共和党本来不是反对大政府吗 那怎么对美国大举介入这个科技发展 这不是大政府的一个理念吗 那怎么也让步了呢 就是团结起来对付中国大陆 所以遏制中国已经变成美国两党之间那个共事啊 共事呢 那么上个礼拜六月三号的时候呢 拜登也签署了行政命令 扩大投资中期的黑名单到59个企业 就是美国这边的各种的企业呢 金融了海外的投资啊 那么中国大陆有59个黑名单啊 也许也许到人权啊 这什么问题 那么这是禁止投资的 所以每个每个企业呢 你必须把投资的这个资金的流向 你必须跟政府去报告 那么这个呢 当然有人担心会不会是另一波 用投资变成武器啊 所以中国大陆当然也对着表示抗议 但是也看得出来 在抗中的方面 他们是呃 基本上是态度是一致的 可是呢 拜登他在预算完了以后呢 这个礼拜 台湾相预算以后 这个礼拜三的时候呢 拜登就要飞到欧洲 欧洲所以这个礼拜的重头戏呢 就是那么呃G7 那我们晓得上一次 刚刚前面谈的是G7的财长会议 那6月11号到6月13号 是G7的高峰会议 元首首脑会议 那会议那么上次谈的话 聚焦在COVID-19的新型的变种的 这个病毒啊 那么呃 气候变迁 强化全球供应链 以及确保西方对中国的科技优势啊 等等问题 当然也会谈到俄国 俄国因为那么跟欧洲谈完了之后呢 那么拜登就要跟俄罗斯和普丁 那么进行高峰会议 那跟俄国会谈什么呢 其实跟俄国谈事情还蛮多的啊 除了我们前之前我们谈到的是白俄罗斯 那么这个问题 呃白俄罗斯 迫降了一个瑞恩航空的飞机 这个问题当然会谈啊 那么日本方面也报道 那么俄罗斯主动会谈到说 核武科技的问题啊 这个会谈 但最近有个新的问题 就是骇客 骇客呢 在上个礼拜呢 上个礼拜呢 全球最大的入品供应商JBS啊 已遭到骇客攻击 啊那那么骇客呢 那么他的可能就怀疑 他总部就设在俄罗斯 啊 俄罗斯 俄罗斯呢 是一定会提出来这样的问题 在上个礼拜天的时候呢 6月6号 美国能源部长就讲 他说自从这个 呃 殖民管线 美国东岸的这个石油天然石油管的天然气管线遭到骇客 害了以后呢 事实上美国很多的比较脆弱的技术建设都暴露在骇客的威胁之下啊 那么一个你看像我们刚刚讲的JBS是讲肉品的全球最大的肉品供应商 那另外呢 那么还包括佛罗里达的自来水供应系统啊 政府单位了 学校了 医院了 等等 所以美国官员指出来说 在疫情渐缓 美国逐渐经济要复苏的时候 这些民生相关的这些企业呢 都造造骇客攻击 这是构成新的国安问题 也有一些官员说 这根本就是一个新的911啊 而这个攻击呢 很多骇客 他们都怀疑他的总部在俄罗斯 或者至少这些人都操得俄国的口音 所以在美俄高峰会议的时候一定会谈的问题 而且就美国的讲法就是 你和俄罗斯谈俄罗斯要约束一下的骇客 要不然的话 这变成新的一个对抗 所以我们就发现 不管是在核武问题也好 不管在疫情问题 在这个气候问题之后 那其实骇客的问题 它的重要性也逐渐起来 而这些东西都是最近一股脑整个冒出来的 那么当美国跟俄国要高峰会议 那美国也联络欧洲来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时候呢 那中国大陆怎么做呢 中国大陆赶快先把俄国这边先顾好 所以我们上次就看到杨洁篪到了俄国 然后在上个礼拜六月四号的时候 王毅也在贵阳跟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通了电话 通电话谈了那个全面战略协作关系 后疫情的合作 反美霸权等等 进行交流 那王毅也非常感谢俄国主持公道 那另外呢 欧洲既然这样子 对中国大陆有压力 那么中国大陆赶快也去拉着东欧的国家 拉东欧国家 那么欧洲就说中国你分裂欧洲啊 那中国说我没有 从来没有意图要分裂欧洲 但是我发现欧洲一些 一些民粹的一些领导人呢 比如像匈马利亚什么 是导向中国 这是非常清晰 非常清楚的 可是最讽刺的就是当匈牙利总理呢 他倒向中国跟中国签了很多的约啊 那么结果布达佩斯的市长反对 也就是中央跟倒向中国 但那地方不见得完全赞成 那么上个礼拜最有名的例子呢 就是复旦大学的例子 复旦大学呢 就是六月二号礼拜三的时候呢 布达佩斯市长表示啊 他说这个上面的中央政府呢 跟中国签了约 然后复旦大学将在布达佩斯有一个校区 这校区呢 达50平方米 在2024年开始着身 那这是很大的一个项目 这中国首次在过来的校区 但是布达佩斯市长不翻译 他说我没有办法让你让你这个项目叫停 但是可以想办法一点刺激他 所以中国布达佩斯市长就把 就是说围绕着复旦大学四周的路啊 他把他改名字 那么一个一条路叫自由香港路 一条叫维吾尔烈士路 一条叫达赖喇嘛路 一条叫谢时光主教路 那四条路将围着复旦大学的预定地 那中国大陆当然表示抗议啊 那抗议这怎么可以 所以可以看到出来一件事情就是 那么现在的整个的欧洲的 整个局势呢 那么对中国大陆虽然是不利啊 所以所以为什么习近平才说 现在要努力交朋友 主要原因在这里 那交朋友怎么交 那态度上战狼外交还会持续啊 那么中国的一个态度会变得比较柔软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持续观察的一个方向 所以上里边的几个大的新闻 为你做个分析 我们下里边再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